大家好,我们是台中市建工国小冒险部落 我们要分享的故事主题是 老师来上课 我们所感受到的问题是 班上看到公共电视 老师您哪位的节目 原来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教学方式 如果我们也能请到不同的人来当我们的老师 来我们班上上不一样的课 全班同学一定很高兴 我们所想象的解决方法是 全班开班会一起讨论要邀请哪些人来上课 然后写邀请卡约定时间 上课的内容和方式可以请来上课的老师决定 最后会请来上课的老师写下实现梦想支票 我们要在自己能力能够做到的情况下 完成他们所签下的实现梦想支票 完成他们所写的梦想 第一学期来班上上课的有 志祺学长 钱玉爸爸 帆甘老师 小胖哥哥和新伟姐姐 五位不一样的老师 第二学期我们邀请到的老师当中 已经有公共电视下刻画路米的小兵哥哥 守护台中BRT组成 台中市自发性交通志工团的张伯源哥哥 以及我们学校的梁丁才校长会来上课 我们会针对来我们教室上课的老师 完成他们所签下的实现梦想支票 谢谢这些老师来班上上课 将来我们小组的同学会找其他班的小朋友 大家一起决定名单 向学校建议老师人选 让更多的小朋友上到不一样的课 谢谢大家 如果可以邀请一位老师来帮你 你上一门课 你觉得你最想邀请谁来上不一样的课 为什么 有人要问问题吗 要问请举手 请问有人要问问题吗 要问问题的请举手 要问吗 什么呢 有没有对小朋友们 就是来上课的老师哪一个很好奇的 想要问他们哪一个老师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老师来上课的 心慧姐姐 谁 心慧姐姐 心慧姐姐 你们最喜欢是吧 我什么喜欢 小胖哥哥 还有小冰 小冰哥哥 我喜欢有不同的答案 我跟老师 你帮我跟我们讲 为什么你喜欢心慧姐姐 因为他有三十个 带来DFC的魔力 带来DFC的魔力是不是 什么魔力 我好想知道 感受想像时间分享的这四个步骤 那小胖哥哥咧 小胖哥哥是谁 谁是喜欢小胖哥哥 我没有 谁喜欢小 小冰哥哥 谁喜欢小冰哥哥 他小胖哥哥 来来来 为什么喜欢小冰哥哥 小胖哥哥 没有吗 最新的 他表演他的滑板技术 哦 他的表演滑板技术很酷是不是 嗯 他有跟我们分享他那个经历过的事情 这样子是 嗯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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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还有人要问他们问题吗 为什么你叫冒险部落 为什么叫冒险部落 是 是全班那个 就开 是全班投票选出来的 哇 你们几年级 三年级 是你要吗 哈哈哈 台中耶 太多 台中的尾屯去见公国下 那你们今天 昨天就上来了吗 呃 是今天早上 好早啊 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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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点多搭车 对不对 那你的冒险部落多久了 呃 现在 要生 两学期 要生四年级了 有冒险部落 跟没有冒险部落 有差在哪里 呃 轻易回答 一个是没办法帽子 一个可以帽子 我们老师有时候会带我们去户外教学 语如说呢 你觉得最有印象的 方康超市 方康超市 你做完户式的哦 老师还会带我们去 方康超市的时候 然后老师也让我们自己带钱去买东西来吃 嗯 嗯